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没有设计规划,能够形成秩序吗? 我们接下来拜访波普尔的一位好友,弗比德里·西哈耶克。 他比波普尔年长三岁,他们都出生在奥地利,最后也都是在英国工程名就。 波普尔曾在写给哈耶克的信中说,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超过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 哈耶克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 持续了二十多年,被称为世纪之变。 哈耶克还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声名远扬。 但你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政治理论家。 哈耶克一生中从事的大部分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 从1950年到1962年,哈耶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但并不是在经济学习,而是在著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教授。 在我看来,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社会思想家,只有了解了他的社会政治理论,你才会真正懂得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的思想非常丰富,甚至有些庞杂。 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重要的作为抓手,这个概念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自发秩序。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有许多规则,规则组合构成了社会秩序。 那么规则和秩序是从哪儿来的呢? 有人认为,这都是人类有意识的设计和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社会秩序是人类理性的造物。 但是,哈耶克反对这种观点。 他说,除了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之外,还存在自然生成的规则,自发演化出来的秩序。 哈耶克把这种秩序叫做自发秩序。 这里要特别提醒你一句,哈耶克不仅提出了自发秩序这个概念,他还明确表示,自发秩序更为优越。 理解自发秩序的含义,以及它的优势何在,是学习哈耶克思想的关键。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呢? 我给你讲三个例子,都是哈耶克本人用过的。 首先,一个最直观的,最纯天然的例子,就是乡间小路。 一开始,田野上并没有路,每个通过这里的人,都会走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路线。 一条路线只要有人走过,别人就更有可能沿用这条路线。 当然,后来的人,也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新路线。 过路的人多了,田野上就会浮现出一条反复被人采用的路线。 这条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乡间小路。 哈耶克解释说,乡间小路的形成当然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但它是许多个体分别选择,然后自然叠加形成的。 它不是由哪个权贵有意设计出来的,也没有经过集体商议和规划。 这条小路在许许多多的个体选择中慢慢浮现出来,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 乡间小路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在于,即使没有任何全面组织、理性规划,没有任何权力和政府的强制介入,也能自发产生出秩序。 这种自发秩序有一个鲜明的优点,就是在秩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强制,也没有伤害任何个人的自由。 当然,乡间小路是非常原生态,规模很小的自发秩序。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情况会怎样呢? 哈耶克又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语言,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自发秩序。 语言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中存在着规则,就是语法。 但如果要问,究竟是谁创造了语法规则呢? 你几乎找不到有哪种通用语言是被人专门设计出来的。 语言规则基本上都是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如果你想人类创造一种语言,就算设计得很精致,也很难成功。 比如,有一种语言叫做世界语,最初是由一位波兰语言学家提出创立的。 世界语的语法很严谨,语音也很优美。 它是一个完全由人为设计的语言,当初还形成了一个世界语的运动。 但它最终也没有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通用语言。 当然,语言的历史太过古老,其中也有很多原生态的成分。 那如果我们再往前退一步,在更加依赖人为设计的规则系统里,有没有自发秩序存在呢? 哈耶克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法律。 法律是一种规则性和系统性很强的规范秩序,有严格的法律文本,严密的司法解释,还需要专业人士来实践和运用。 这样一个高度规范和专业化的系统,难道也有自发演化形成的可能吗? 难道不是一群立法者反复研究讨论,制定法律条文,然后由立法程序通过,法律才能诞生吗? 这难道不是完全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吗? 哈耶克说,并非如此,把法律当成完全人为设计的产物,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 他指出,在法律能够被成文表达出来之前,社会中已经积累了很多不成文的规范,比如欠债要还钱伤害要赔偿等。 而立法者的工作首先就是把已经自发形成的规则表达为规范而明确的法律文本。 当然,司法实践会对原有的规则做出加工、改造和完善,但不会重新去系统性地设计整个法律规则。 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从乡间小路、语言和法律这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原生态的规则,还是高度依赖人为设计的规则,其实都存在着自然生成演化的秩序,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把人为因素从秩序的生成中彻底排除出去,因为人有意图,要做规划和选择,这也是自然和自发的。 就像在乡间小路的故事中,每个人都做出了选择,乡间小路最终才得以形成。 但每个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系统规划,而是提供多种可能的选项,然后在类似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中形成了秩序。 所以,哈耶克把自发秩序看作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他并不排斥人为因素,但反对把人为设计的意图过度拔高,上升到对社会秩序的整体性规划。 哈耶克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有意在花花不发,无心插流流成音,继承苏格兰启蒙传统。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想到波普尔? 因为我们在之前提到过,波普尔也反对整体性的规划。 不错,波普尔和哈耶克算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在学术普系上有重要的关联。 在我们的思想之旅中,这两位思想家是两道相邻的景观。 回到西方思想史的大图景,哈耶克和波普尔也都属于启蒙主义传统的一个旁枝。 谈及启蒙运动,我们都会想到福尔泰、卢梭等百科全书派的法国思想家。 它们代表的是启蒙思想的主流传统,相信人类理性的优越性,相信人类能够发现和掌握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绘制出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不断的历史进步。 但是,启蒙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修摩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它们的观点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所不同,它们在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反对理性万能论,反对那种好像人类的理性可以扮演新的上帝去改造和规划世间的一切的观点。 苏格兰启蒙运动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 了解了这个思想史的大图景,你就明白了,哈耶克和波普尔不是偶然相似,他们都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用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 特别是要批判那种认为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 这种独断也被哈耶克称为理性的自负。 我们今天注重批判性思维,很少再有人相信理性无所不能。 但是,批判理性的观念在二十世纪之前都不是思想界的主流。 直到二十世纪,经过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思想界的一次次辩论, 苏格兰启蒙这个启蒙传统的旁支反过来改造了启蒙传统的主流,形成了今天的这种常识。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中的很多灾难,正是理性的自负所造成的。 理性的自负究竟被人类带来了怎样的现实呢? 我们留到下一节讨论,理性的自负为什么很危险。 我们曾提到,所谓理性的自负,是指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 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 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 哈耶克的这个概念,有着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面对的两大核心问题就是, 如何解释纳粹德国的灾难和苏联模式的失败。 哈耶克正是依据理性的自负这个概念, 对这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纳粹与苏联的历史和理性的自负有什么关系呢? 哈耶克的回答有什么特别之处, 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这一节我们来讨论这几个问题。 理性的自负。 事实上, 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负来解释德国和苏联的历史, 这是不同于当时主流看法的另类观点。 在二战后期,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 纳粹德国和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 苏联是超理性的, 而纳粹是非理性的, 两者相距甚远。 但哈耶克认为, 这两种模式的并根是同源的, 都来源于理性的自负。 具体表现就是, 在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 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 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民主《通往奴役之路》, 其中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批评已经非常有名了。 但很多读者往往忽视了一点, 这本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纳粹主义的思想起源。 在此之前, 刘行的观点认为, 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运动, 是一群疯狂之人的所作所为。 哈耶克说, 事实并非如此, 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 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 哈耶克分析指出, 推崇组织计划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 就在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它引用20世纪20年代德国出版的一部著作《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里面这样写道, 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 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 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 还是国家统治商业, 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从1930年初期, 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 包括建立一系列经济控制机构, 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 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 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 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 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 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 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 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 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 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 哈耶克强调指出, 这种规划模式表明, 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 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 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 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 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 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 因此他们要被铲除。 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洁癖, 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 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 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道之处, 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 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 而是揭露他在认知上的错乱。 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 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 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 哈耶克说过, 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 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在这个问题上, 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 波普尔也说过, 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敏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 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 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 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人类的必然无知。 既然理性的自负如此危险, 那我们防范警惕就好了, 对吗? 这当然是最直接的反应, 但哈耶克的告诫还要深刻得多。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提到, 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 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 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 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 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 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但是, 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 在这里, 我们就进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 他告诫我们, 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 这不是说人类什么都不知道, 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 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 在哈耶克看来, 理性有两个作用。 第一就是追求知识。 但是, 理性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知识。 有据名言说, 你知道的越多, 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想用理性去穷尽知识, 这就是理性的自负是一种幻想。 所以, 理性有第二个作用, 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 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 所以, 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 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 设计完美的秩序。 在哈耶克看来, 这根本是不可行的。 可是, 如果承认人类的必然无知, 那么社会秩序又如何产生呢?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核心概念, 自发秩序。 哈耶克指出, 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 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 自发演化。 我们举过乡间小路, 语言和法律的例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为经典的自发秩序, 是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商品应该如何定价呢? 照理说, 这和消费者的需求有很大关系, 要合理定价, 你就要了解这些需求。 但消费者的需求千差万别, 同一件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很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 你不可能了解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和购买动机。 没有充分的知识, 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定价呢? 哈耶克说, 市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市场自发地提供了一个交换系统, 把千差万别的需求汇聚起来, 形成一个市场价格, 能够对复杂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 在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 一个没有经过刻意设计的秩序出现了, 即使仍然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识, 但市场本身也能自发形成相对合适的价格。 这就是自发秩序。 而计划经济的定价机制就大不相同了。 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定价, 理论上似乎可以通过商品价格来规划和调节整个经济体系, 让社会资源得到完美的配置。 但在哈耶克看来, 这种完美的合理性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这要求计划经济的指挥者 对整个社会的需求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达到一种近乎全知全能的状态, 掌握所有知识和瞬息万变的信息,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 由集中的计划来决定价格, 决定资源配置的方案总是片面或者武断的, 最后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哈耶克的思想影响 哈耶克对于二十世纪思想的两大核心问题 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和批判。 他的思想本身也在二十世纪遭遇了波澜起伏的命运。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来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但在1944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他的观点在思想界位于边缘的位置。 在和凯恩斯的论辩中, 起初也是凯恩斯占据上风, 因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更受欢迎。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哈耶克的声誉才有所好转。 1974年他获得了莫贝尔经济学奖。 人们在那时发现, 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弊端。 到了八十年代, 以里根和撒切尔执政为标志, 放任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越来越盛行, 哈耶克的声誉也随之提升。 到了1991年,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一时间哈耶克的声明如日中天, 他被看作是一个理论先知, 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苏联的末路, 曾经边缘的哈耶克思想变成了新的主流。 然而, 随着近三十年来, 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增长放缓, 人们又开始反思和批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哈耶克的思想呢? 在我看来, 哈耶克既不是异端, 也不是先知。 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 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 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 著名政治哲学家奥赫肖特曾经说过, 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 他是那种想阻止一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 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 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 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 他当然明白, 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 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 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 以此来引导实践。 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 那才是罪犯自然的人为设计的。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 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 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 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 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 哈耶克和波布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 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 而恰恰是理性很好, 很管用, 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他的夸大和滥用。 康德曾经说, 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 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 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 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 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 事实上, 人类真正的成熟, 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 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 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